然后再回头讲 刚刚我说的那个学生 他就是他想要验证用白芝麻油来 来所谓的做油抽 跟生理按摩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会说阿育肺陀的油数 还有阿育肺陀的油数 或者是鼻子里面点油 或者是耳朵里面点油 或者是眼睛用油来洗眼睛 或者是用油来擦身体 我们用的都不是纯芝麻油 我们都是有草药油 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第一段直播有讲到的 草药油用芝麻油为基底的草药油 他已经没有芝麻油的特性了 他有的是其他草药的特性 而我们要的是其他草药的特性 还有就是阿育肺陀我们的体疗油 会因为他用的地方 会用不同油为基底 其中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做 因为我这个学生他是那个 他是全素的 英文叫vegan 那如果我要翻成中文的话 我觉得用全素会比较好来讲 全素或是奶蛋素 或者是所谓叫做鱼素 那在欧洲的欧美的话 有全素的话就是他们不喝 就是没有吃奶油没有吃蛋 然后所有的皮革制品他们也不使用 所有的动物制品他们都不使用 奶油也不使用 那一般华人所说的吃素是比较偏奶蛋素 就是他可能没有吃肉 可是他还是有吃cheese 喝牛奶吃优格这些 好那我的那个学生 他基本上他是 因为他是全素的关系 所以他就问我说 因为阿育肺陀的眼睛 洗眼睛的疗程 这个是在整间做疗程 自己在家请标做 OK 阿肺陀有一个疗程是洗眼睛 那我们这个用油做眼睛的鱿鱼 那这个鱿鱼他就问我说 可以用芝麻油做吗 因为他之前听人家说 就是有用芝麻油做这个方法 那我跟他说不行 OK 尤其不能用纯芝麻油 如果你用纯芝麻油 你眼睛会坏掉 你用草药芝麻油 油可能会因为他的草药 可能还OK 可是因为没有实验报告出来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他的这个讲法跟 传统书上的讲法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不要这样子用 OK 那阿育肺陀的鱿鱼 基本上是用草药酥油 OK 或者是酥油 眼睛的鱿鱼的这一块 那他就问我说 可是我是全素的 我不想要用酥油 那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担心啊 因为阿育肺陀对于眼睛的疗法 除了草药酥油 除了鱿鱼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有所谓的用草药水来洗眼睛 然后我们也有用草药球来做眼睛的疗程 OK 所以 我会希望大家就是 因为现在阿育肺陀在华人世界越来越流行 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团 带大家去 不管他今天是旅行社的背景 是瑜伽老师的背景 或是方疗师的背景 OK 他会开团带大家去印度做疗程 去斯里兰卡做疗程 去巴黎岛做疗程 首先你要先知道的是 帮你做疗程的 他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非常的重要 OK 不要你被人家触碰了 你不应该被触碰的地方 你的私密地方 还以为这是一种 能量的启发 OK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阿育肺陀的疗程 是经过了几千年几百年 写在书里面被验证过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阿育肺陀医师 不会有人告诉你说 可以这么做 我刚刚讲的那个 用芝麻油来洗眼睛的事情 可是会有一些医师 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在诊间有做过相关的实验 OK 他虽然没有把它写下来成为报告 可是诊间是有 他有这个经验 所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 他会先帮他的患者 做完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 然后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做 这样子的疗程 可是他必须要一直监控 他在这段期间之间 在这个期间当中 有没有发生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OK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就是断章取义 觉得说我看 他这边用麻油做眼睛 所以我在家我也用麻油做眼睛 你不知道他之前的准备功夫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后面他的原因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之后做了什么 弥补工作 你就直接这样做 千万不要伤害自己 OK 我常说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很美好的存在 所以不要伤害自己 就像我的一些阿异菲陀教授常常说的 在古书当中 阿卓亚有说 即使你是一个学问跟经验 都非常充足的阿异菲陀医师 没有把握的事情 你宁可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负担 把一个人的健康 身心的健康搞坏掉这件事情 没有所谓的 因为他是个案 这件事情发生是个案 所以应该不会这样发生的 可是因为是个案 所以他就发生了 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这样做 一直都没问题 可是因为他是个案的原因 所以就发生了 那么你身为把关者 为什么要让他发生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 不管你是学习 阿异菲陀 或者是 学习阿异菲陀 或者是之后去外面参加一些 阿异菲陀的一些养生之旅 或者是所谓的身心的疗愈之旅 你都要很知道的就是 对方是谁 不要傻傻觉得说 我很信任带我去的那个人 所以我就去了 或是我很相信阿异菲陀这个名字 所以我就跳进去 我们负担不起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自己 就是个小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